大家好 我是傳探哥 一人帶著兩條狗 徒步到鋼河 從西面的西藏出發 到最東面的鋼河 昨天晚上在 大哥這座小院里 露營的 看他壓著這車鷹 昨天前天下了點雪 昨天下午天就晴了 這會天把這雪都化完了 所以說這地有點濕 我才把這個車拉到這 把這東西收拾了一下 現在咱的東西 也收拾完了 就準備出發了 這到處是泥巴 狗在身上也 弄成泥巴 巧克力在那兒餵 不用管他了 也不用酸他了 由他吧 自由自在的 流浪狗的餅性 乾了 乾了乾了乾了 再乾一乾 好了 咱就 出發了今天 今天 今天天晴了 實在是 沒有大晴 但是天還是暖和 我 昨天我收了一下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 八壇 百萬畝 草原 景區 對 天啊 都 有 路邊 隨處可見 這 打好包的這些草堆 都是 出售的 这地方就是不缺猫牛啊 满街跑的都是猫牛 猫牛大哥 这些猫牛还不大了呀 半不大 外面是猫牛 肝里面是棉羊 这么多 棉羊在里面卷的 牦牛是在外面跑的 看他们也看我的 这的羊个头长这么大 这小羊羔 这么多 今天这两面全是雪山 就稍微差点意思差点啥了 变清了就好了 如果雪山后面是蓝天相当哇塞的 就是差点蓝天白涌 前面好像又到了哪儿 小山头啊 我感觉是不是走错了 我的路线是从西往东走才对的吗 怎么这现在是往北走的 我到二二七 往北走 我到二二七 这一条路也能去了泽库 直走贵南 又拐泽库 一条路也能去了泽库了 一条路也能去了泽库了 泽库猫牛 真的很牛 王家乡 这就是王家乡的街道 超市瓜果市场 这边是台球俱乐部 牛肉面 中和超市 买了点干腐竹 粉丝 花生米 买了一块豆腐 今天晚上 炒个菜吃个面 再调个凉洋菜 好像是我那车里还有块牛肉 没吃哦 没啥买 再走啊 一会儿找个地方接点水 马上快出去了 去打会儿水啊 最佳应该 应该有水 不能再走了 哎 老板 在这有自来水没有给打点啊 有 哦 谢谢老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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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个口 哦 谢谢老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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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板 谢谢谢谢 哎 哎 打下水了 准备 这样往前走一走 这个场地倒是好 挺宽敞又干净 但是现在还早了呀 现在才四点半还有两个多小时 所以打下了菜也买了点儿 咱就往处走啊 这本来是个风云 哎 又往这个山里面走了 看见这山应该不大 两个小时咱也能走出这个山了 巧克力在外面太努力 巧克力啊 这两天都自己听话 不上公路跑了 上的话我又喊他一下他就下来了 就让他跑啊 那流浪怪了 那狗 实际上也不习惯 你看看他 欢迎欢迎你 这是不是一个小牙口 应该是 因为有金帆 有星号塔 这下面的风景漂亮啊 尼玛平川的草场 背景是大雪山 这爽不爽的 今天又找下一个房子 被封的房子 这个地方是大哥加水的地方 现在他不加水了 这儿是个小卖铺 边加水边卖东西 我就问了 就是对面 那个大哥的房子 我问了一下大哥 大哥说可以 可以咱就不用走了 再往下走 因为这块的地方 有一个B班是啥 就是说 他每个草场都铁丝和着 后来都围起来了 所以说你进不去 小露营就进了人家牧民的院里 他只有每个牧民的院里 他有一个 其他的都围起来了 因为每个牧场 人家都是各自是各自的牧场 所以都围起来 因为要在里面放牛啊放羊 可能是怕他们来回串 今天咱就在这儿露营了 在这儿还有沙发 那这个沙发不能坐 湿的 哎呀我要在这儿有个沙发不能坐 下的雪 夏天能坐 好嘞 咱把这儿的雪 稍微清理一下 因为我要在这儿做饭 它占的地方比较大 所以把这雪里手往一边里 踩一下 就在这儿露营了啊 看这儿关键的时候 这个小材质还是管用啊 好了 OK 起锅烧油 油多吃点儿 没坏醋 腊肉腊肠 咳里面儿 我的蜜脂酱料 搞里面儿 辣椒搞里面儿 辣椒搞里面儿 大白菜 咳里面儿 腌肉腊肠 腌肉腊肠 进这儿炒虫肠里吃 诶 巧克力怎么不吃巧克力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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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пад苺咳咳咳咳其 可以解锅 慢慢过来 背白菜 街上� ugh 好 快去喉咳咳咳咳咳 吃了 我见过马尼食 你不要敢咬人 我骂了 那吃饭还能骂你 哎呀 今天晚上大餐 你俩都吃吧 我骂了 一个比一个脾气大 哎呀 哪碗吃 就这筷子太长 拿碗吃好吃 哎呦 咋的小菜 这天吃小菜 把肠子给冻了呢 拉了三年的碗 总有用上 拍照用上 过两天 把衣服换一换 天天换 哇 了 三小菜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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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拾完了 地下大概的收拾了一下 木头明天早上往车里面放 现在不能放 很多人都说 想看一下我的车里面 这就是车里面 这是被子 这是大衣 枕头 铺的床单 整体的就是这样 我睡觉我在这上面睡 收拾完以后关了门 把大衣堵到这个门这 因为这个门 它不密封 透封 所以要打住点封 然后在里面睡觉盖了这个被子 这两天天奶活了 我也没有 睡睡袋了就盖了被子 反正也不脱衣服 好了朋友们 那咱今天就休息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我也就睡觉了 朋友们也早点晚安 祝大家做个好梦 晚安了 拜拜